醒醒 醒醒 一朗 醒醒 醒醒 美好的一天就从 每日灵良开始 感谢主今天我们要读 约伯记的第九章跟第十章 我今天挑选的 第十章 第十章的第十二十三十四节 它说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 你也眷顾保全我的 心灵 这个慈爱呢 有怜悯仁慈喜爱的意思 你会发现他在讲到说 真的很难 人的语言很难表达 神的品格 神将此生命 还有慈爱来赐给我们 同样他也眷顾保全 我的心灵 讲到那个眷顾 不只讲到一个 过程也讲到他的结果 就是对约伯的关怀跟照顾 可是呢 你听这句话 你虽然觉得很好 但是事实上 反而因为这样 他一个疑惑疑问 就是主啊 你既然是这样对我 为什么你对我那么严厉呢 所以我用了十三 加上十三十四节 然而你带我的这些事 早已藏在你心里 我知道你久有此意 我若犯罪 你就查看我 并不赦免我的罪孽 你会发现在这个失望当中 约伯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 他认为神要对付他 因为他错误的观念 他就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 你会发现如果我们怀疑神的时候 你事实上你应该去想到 你并不知道全部的事实 为什么 有时候我们真的 我们就会觉得 主你怎么 你如果爱我 你怎么可以让我这样做 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 可是你会发现 有时候真的也因为我们一些苦 有一些人经历一些苦 不容易 他才会来抓神抓的痕迹 我想这有多重方面 我们值得去思考 但是我觉得在这里 特别第九章第九章 你会发现约伯很多的情绪 很多的情绪 很多的这种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说 但是 所以人真的都不完全 即使你看约伯本来是这样的 他真的在这样的不容易里面 他开始他的话语 他的话语 他说你并不是 我若犯罪 那个犯罪 在原文里面你要常常记得 其实在神里面 他那个犯罪就是没有集中目标 没有集中目标 我觉得真的求主来保守我们 主日我曾经讲过 真的在我们当乘耶尔法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有时候真的有在我们不容易的时候 我们真的发现我们好难哦 你好难你好难 你好难你很难起得来 你很难得胜 可是我就觉得说主真的求你帮助 让我们在真的风平浪静的时候 我们里面的力量是大的 好像我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可以胜过 我可以跨越 我可以跨越这个难处 我可以胜过这个难处 同样我觉得如同在约伯记里面 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 我们身为一些人的朋友 我们因为对我们旁边的人 他们在软弱不容易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竭力的去帮助他 还是我们用话语来使他 有更多的被定罪 求主帮助你我 让我们真的切得约伯记成为 你我的提醒跟帮助 愿神祝福你 Amen 1 1 2 3 4 4 5 5 1 5 6 6 7